歡迎第一位蔡明仁醫師 我要找明仁 蔡明仁 蔡明仁 打卡下班 下班… 下班之後變身 是什麼呢 出來 該不會穿丁字褲 別怪大家眼鏡 好快喔 機長 機長 看不看 飛行員 pilot 蔡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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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這個戴著…無所謂 戴著好像髮型比較整齊 行李… 行李幫忙拿一下 來 蔡醫師 你哪一個行業的意思 我是牙科醫師 牙科醫師 牙科醫師 牙醫師 你怎麼會 你現在是開飛機 有 license的哪個飛行員 我有商用駕照 可以在韓國公司在客的 真的喔 你也太厲害了 你現在是牙醫師 是 然後你有真正去飛飛機嗎 有 什麼時候要飛 怎麼飛 還修去飛 我飛了300小時了 300 把診所修整 然後跑去飛 應該這個是全台灣第一位斜槓技師 目前應該只有你吧 目前還是只有我 但是目前以這樣來講 你又不能夠 你還有兩邊就沒有辦法兼顧它 對 所以 兩個都那麼專業的事情 對啊 要取捨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飛民航 我飛通用航空 就是所謂的航空學校以及一些 私人飛機 對… 私人飛機 對… 或是那種醫療包機那一類的 那種特殊的那種 就像未來 如果你買了一台飛機 就可以請蔡醫師 還可以請我飛 對… 滿樂意的 我有固定的空間 還是有固定的機師 了解… 你看你坐上那個真正當機這樣 第一次真正飛行的時候 因為他們這個衝場的時候 他要速度又到差不多300多 的時候才能整個拉起來 所以他們往前推… 要起來那個速度感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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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跟我們分享一下 開心 好圓夢了 對 謝謝蔡明仁醫師 醫師也是蔡醫師 還有機師 還有Captain 太帥了 厲害 帥… Captain 謝謝 請坐… 謝謝 很了不起耶 好厲害 好 再來是一位 她的名字好好聽 叫貝黎莉 歡迎貝黎莉醫師 Ach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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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叫他幫你 我幫你背我 沒問題 小心 那很貴 這一袋也可以… 點點… 全部都給他 這是他的幸運物 對… 背起來… 你是急診室裡面 然後那個等於是生死一瞬間 對 是 沒錯 你是大家的貴人 然後你有遇到那個急診室裡面 當場掛掉了嗎 當然有 很長 你說送進來的時候已經 對 就是各式各樣 前幾天其實還有一個 七個月大的小朋友 就突然沒有呼吸心跳 嗆奶 其實有各種可能突發的狀況會發生 所以你們要處理很多 跟生死有關的事情 有出現過醫療糾紛嗎 我個人是沒有 對 但是醫療糾紛有的時候是 推特一跟二進 不是 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 沒有就沒有 沒有 對 有的時候是醫病溝通之間 就是說可能病人的病情 最後的癒後不是家屬所預期的 是… 結果他是一個急診室的醫師 他竟然斜槓是當一個旅遊作家 跟一個攝影師 旅行作家 到處到處玩 船很大 對 到處玩 不是 但是急診室 但是你要怎麼到處玩 他們有假日 排班嗎 排班 你怎麼會喜歡上這些 當攝影師 其實我其實並不是先當急診醫師 我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喜歡旅行 大一的寒假就是一考上醫學系 就開始規劃寒假跟同學出國自助旅遊 所以等於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半一半這樣 等於另外一半 也必須要喜歡旅遊的話 就可以跟妳一起 對 沒錯 男朋友 另外一半在這兒 就這位 就帶著他去跑就對了 嚇一下 我也是蔡大哥 蔡大哥已經結婚了 母湯 這隻 他也去過南北極 他叫什麼名字 真的 他有名字嗎 他叫小高 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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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小高 妳就是都是自助旅行嗎 還是怎麼樣 一個人 大部分都是自助旅行 一個人 很常會有一個人 有時候有伴就會 好朋友 有朋友一起去 但我會自己一個人平常說 就是到了登機閘門口 才打電話跟我爸說 爸 我待會要登機了 我待會要去烏干達跟盧安達 一個人 然後去非洲的 烏干達盧安達那個多危險 就去拍野生的銀背星星 因為只有 全世界只有那裡 剩下不到九百頭 但那裡政局不穩定 有政變 有一些國家不穩定 不過那個時候我去的年份 烏干達盧安達是穩定的 隔壁的鋼果就不穩定 聽說有一些妳的作品是吧 有嗎 有 其實應該給我們看一下 極光 這是妳拍的嗎 這是我拍攝的作品 剛剛前面那個美人魚 這個是 不是AI 這是我 妳現在是美人魚嗎 這是妳的同伴嗎 不是 這個是我的同事 Motor 這張照片曝光八秒鐘 一鏡就是到底 妳就真的去了那裡 這個是北極嗎 這是在加拿大黃島鎮 很靠近就是飛行圈 所以妳必須要 剛好有極光出現的那一天 剛好極光出現在晴天倒影 那妳白天還要看景 就是美人魚 他還要先去 穿好衣服 訂做那一套衣 感覺很冷吧 那一天氣溫只有6度 我穿這樣 6度算溫暖的 好 這一張就更冷了 這很冷吧 淋下了吧 他們那個要拍這種北極極光 他們會從那個西雅圖 搭那個渡輪 游輪 搭了游輪然後到北極去 全天候都是極光 太美了 要看季節跟月分 對 季節跟月分 然後飛機再飛往西雅圖 快要到達的時候 Takoma機場 左邊一看通通是極光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剛剛偷睡覺 憲哥在說什麼 什麼隊 他剛才偷睡覺 極光 極光 什麼時候 極光 飛哪裡之後左邊只有極光 應該是美國往台灣飛 那是右邊有極光 對 台灣往美國 往安格拉次飛 左邊就會有極光 對 西雅圖 來看 好漂亮喔 你看這個作品 這一張是我自拍 這個畫面中那個人是我 我拿個相機 我自己叫另外一台相機 拍我在拍極光 然後那個是月亮 這是月亮 對 那是月亮 她用照片來記錄她的人生 對 一個女孩子走在外面 那很多事情不方便 曾經被困在山中 但是她竟然不害怕 怎麼會這樣呢 我是困在北歐 整個歐陸大陸的最北端 有一個叫北角 它就是很荒涼的地方 你走進去到那個 真的你就覺得 我到了那個整個歐洲 整個人類的土地的最北邊 那你走進去單程要9公里 然後我是7月份去的 那個時候北歐是晚上都不會天黑 我就想說不會天黑 我一個人進去應該走再晚出來 也沒關係 對 我們想到她晚上9點多的時候 走出來她起霧 起霧 那個會有野獸 還好沒有 但那個地方就是他們的 遇到野獸還好 你遇到禽獸 那更是危險 還好那邊禽獸的密度比較低 比較少 那你怎麼辦 那邊它非常的原始 所以它的步道 践行步道不是有站到 它就是那種比方說 前面20公尺有一個石堆 就告訴你 這就是路 然後可能有個小河或石頭 再過去有個石堆 那是路 所以起霧的話 你看不到下一個 都沒有遇到那個 讓你真的害怕一次的 很危險的事 我那一次就是迷路之後 其實我走錯之後岔過去 突然發現我 四面八方 全部都看起來一樣 真的是霧 能見度可能大概 五公尺而已 天啊 完全不知道方位 就坐在原地 沒有 我就心裡就估計想說 我如果迷路了 這個時候晚上9點多 那時候氣溫大概2度 然後那個地方 沒有什麼猛獸 沒有毒蛇 我身上剩一點點水 沒有食物 我頂多就是等到隔天早上 還可以吃 就是霧散了 我看得到路我就走得出去 所以我就會評估說 我最糟的狀況是會怎麼樣 當下我的 好冷靜喔 對啊 就是最大的敵人就是 可能失溫 但就這樣子 對 但還好我 如果是你的父兄 我是不可能讓你 太危險 所以你現在最重要 不是在你的醫師的工作 或者在你攝影師的工作 做最大努力 你現在必須要找到一個 對 的朋友 不能只是他 那四面有霧喔 怎樣啦 怎樣 都不想離開那裡了 那就變好事了 容易…對不對 今天看到我們貝莉莉 這個真的是很勇敢 貝莉莉 貝莉莉 特別注意安全好不好 希望趕快找到 志同道合的 找到大狗 把小狗給甩了 對 好 謝謝貝莉莉 謝謝 做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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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小狗